您好,欢迎您参加由三藩市环保局提供的有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更安全烧毒的培训 三藩市环保局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各种有关环境问题的市政府部门 我们致力于保护气候环境并提高生活素质 我们的计划领域包括零浪费、低碳运输、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可再生能源 和减少日常生活里面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 这个培训是健康家庭健康儿童保育系列的一部分 这些培训的着重点是确保在家庭和儿童保育场所中 受我们照料的儿童免受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 有关这些更多的培训请访问sfenvironment.org 这次特殊的培训将重点讨论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更安全的消毒 这次培训将会讲解新冠病毒的易感性及其传播方式 消毒的基础知识 更安全的消毒剂 更安全的清洁产品 和更安全的清洁和消毒的方法 我们从未见过像新冠病毒这样全球性大流行的病毒 因为有着许多的未知 我们很自然的会感到恐惧 并且想尽一切可能来保护自己 我们都希望相信有一个灵丹妙药 消毒剂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但是它们并不是万宁的药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 就是在某些地方过度使用和不正当使用消毒剂的一个例子 目前有许多详细的基于科学的指南 可以用于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取诸如三藩市卫生部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之类的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并未被补给提到 那就是最常见的消毒剂 例如含氯的漂白剂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产品会导致消毒剂 他们不但对那些消泉病人造成消泉病的发作 而且对那些没有消泉病死的人会引起消泉病症状的发作 在交易感染新冠病毒的群体里面 包括长者、免疫力低下的人、患有肝胜疾病的人、糖尿病人、严重肥谤的人、心状情况不好的人 还有就是消泉病的患者 而且据我们所知患有消泉病会使人更容易的被新冠病毒所感染 并且引起并发症 所以我们要确保在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新冠病毒侵害的同时 我们也不会无意中造成自己患有消泉病 因为这样会使我们更加容易受到感染 限制新冠病毒传播 最重要的是要戴上面罩保持六尺的社交距离并经常洗手 预防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比清洗和消毒更为重要 厄俄所服务必须均存三房市公共卫生部门的要求准则 这些处施包括减少室内人数 限制小组之间的互动 戴口罩 增加安全的户外时间 改善内部的通风 准则强调防止吐没 通过呼吸道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比清洁和消毒更为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什么是消毒剂 消毒剂就是杀死微生物的化学物质 消毒剂包括disinfectant和sanitizer 这两种消毒剂都必须在美国的环保总署注册 这个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就是说这些产品确实有着其声称的功效 这些产品的说明书也是受到美国环保总署的管制 下面必须注明这些产品采取的所有的预防潮湿 还有正确的使用方法 不过这些说明书通常都很难阅读 这个图表所显示的是一些杀死某些细菌和病毒的难易程度 最难的是最高的 例如结核病 当你往下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若犹病毒 就是通常称为胃流感的 然后是脚险 就是大家所说的香港脚 接下来是大肠干菌 最下面最容易杀死的是脂质包裹的病毒 好像流感还有新冠病毒都是这一类的细菌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用肥皂和水 就能够将其杀死 尽管新冠病毒比较容易的 可以用肥皂和水就能杀死 可是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快速而且有效的消毒剂 能够杀死病毒 因此美国环保总署有一个网站列出了经他们验证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消毒剂 具有以下成分的消毒剂都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 例如这产品含有柠檬酸、乳酸、过氧化氫、韧酸、心酸、白鲤粉 还有含酒精的产品 请慎重购买含有白鲤粉的产品 因为有证据表明白鲤粉会刺激不吸道 还有就是含酒精的产品 酒精插布可以用于手机和键盘等一些不希望表面长时间失运的物品 可是因为酒精是易燃的 因此你需要考虑使用酒精的物品还有其位置 由于人们对消灭新冠病毒的产品感兴趣 而且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容易的找到更安全的产品 因此我们创建了一个网页 你在其中可以找到经过验证对新冠病毒有效的 而且具有我刚才所提到过的安全成分的消毒剂 如果你单击链接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在什么地方你可以买到这些产品 这些资讯包括你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产品 产品的名称还有他们的饼牌 零售还是批发 他们应该在物体表面停留多长时间才有作用 是气物剂还是喷雾剂以及是否含有香精 我们关心是否含有香精的原因是许多人对香精非常敏感 而且通常香精中都会加添有害的化学物质以产生香气 由三藩市公共卫生部所提供的这款五漂白剂工具包 也是另外一个绝佳的资源 特别是对于托尔索而言 公共卫生部门与托尔索制定的这款工具包里面包含着符合加州社区护理许可要求的更安全的产品 对于消毒他们推荐的产品是Oxvir 这是一种基于过氧化氢的消毒剂 Oxvir也是在美国环保总署里面批准的经验证对新冠病毒有效的产品的清单中 Oxvir大多数用于桌子、电盘、水槽和地板 首先使用肥皂和水清洁该区域 然后再使用Oxvir 让Oxvir静待一分钟 然后再把它们擦干 对于与食物有接触的区域 例如餐桌、小吃的桌子、高脚凳的拨盘 建议使用SunnyDate 先用肥皂和水清除多余的废物或者是食物残渣 然后用SunnyDate喷在物体的表面 静待一分钟 然后再用干净的纸巾擦干 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选择更安全的清洁产品 清洁产品不同于消毒剂 消毒剂必须在美国环保总署进行注册 并且已经是经过验证 可以有着其所著名的功效 清洁产品虽然可以有效的抵抗微生物 可是它们不受美国环保总署的监管 因此它们通常都会使用一些推销的字眼 例如自然、绿色之类的词语 实体认为它们更健康 其实没有证据支持这些产品 具有其所说的功效 如果你想购买更安全的清洁产品 请寻找以下任何一个标签 家用产品中最常见的是 左侧的安全选择标签 就是Safe Choice 现在我将分享一些有关如何安全 清洁和消毒的提示 首先请确保儿童不在场的时候 进行清洁和消毒 清洁和消毒时 请佩戴个人防护设备 例如手套和护目镜以保护敌肤和眼睛 如果外面的空气质量不是很差 请在安全的地方打开窗户 请注意是那些儿童无法攀爬到的地方 先清洁然后消毒 因为细菌和病毒都非常喜欢粘在污沟上面 如果你不先清除污垢的话 你的消毒剂将很难产生效用 有很多产品都是龙素剂 这意味着它们需要用水来吸吸 请按照产品说明标签上的指示进行吸吸 但是请勿将清洁产品混合在一起 因为你不知道所有的不同成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而且永远不要将漂白剂和氨水混合 因为它们会产生致命的气体 如果可能的话 请避免直接喷洒在物体的表面 因为更多的产品会以这种方式释放到空气中 另外产品还可能会从物体的表面板件回来 如果必须要直接喷洒的话 请注意保持距离 请按照产品说明标签上所著名的使用方法来正确使用 因为消毒剂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产生消毒的效果 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请游览以下几个网页 在sfenvironment.org childcare这个网页 将提供更多的视频 您也可以联系我们部门的资新环境专家 Paulie O'Haya 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个项目的资助者 加州环保局健康婴儿光明的未来 和市长创新项目办公室 谢谢您的参与